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度探讨一起惊险的事件 台空军的幻象战机在新竹外海失事 飞行员谢佩轩上尉在关键时刻果断跳伞获救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架战机 在战机在夜航训练中失去动力 更重要的是 这次事件又暴露出台湾空军面临的装备老化和故障率上升的困境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 飞行员的机制与勇敢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然而事件背后的深层问题却不容忽视 幻象战机自1997年服役以来 已经经历了多次重大失事 飞行员的安全与军机的可靠性面临着严峻挑战 我们也将关注台湾政府和军方如何回应这一事故 以及未来可能采取的改进措施 飞行员的安危 军机的性能提升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体 所以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夜幕低垂 海风轻浮 台风轻浮 台湾新竹外海的训练场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正悄悄酵酿着台湾空军的一架编号2047的幻象2000单座战机在这片海域进行夜航训练 飞行员谢佩勋上位正在熟练的操作者以表足入系统ILS确保军机能够在夜色中精确降落 然而命令似乎在此刻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根据台湾联合报与中国时报的联合报道 9月10日晚间8035分 这架幻象战机突然失去了动力 发动机发生冲击现象 导致部分动力消失 谢佩勋尚未意识到情况不妙 但需要做出迅速决定 在千军一发之际 谢佩勋做出了一个勇敢玩理智的选择 契机跳伞 台湾国防部接到紧急报告后 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收救行动 加一机场的收救机迅速起飞 海巡署也派遣了一艘舰艇和四艘舰艇和四艘救援艇赶赴现场 与此同时 国搜中心紧急调派空行总队的S365收救机 加一基地的海欧直升机 以及屏东基地的C130运输机 全力展开收救行动 夜色深沉 海面上的收救行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搜寻 台湾海巡署的人员终于在晚上时时43分 找到了谢佩勋的中绩 他在距新族基地西南西方19海里的海面上漂浮 海巡艇迅速将他带往台中港 并立即送往同中和医院进行医疗检查 幸运的是 谢佩勋意识清楚 身体状况稳定 目前正在留院观察 台湾空军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 着手调查这起事故的原因 据悉 这架幻象战机在进行IL-S17进场程序时 发动机突然发生冲击现象 导致部分动力消失 最终在新族南面香山外海最海最海 这是台湾空军幻象战机 自1997年服役以来的第九次重大失事事故 至少造成五轮训职六架军机损毁 幻象战机是台湾空军的主力战机之一 已服役20多年 现已步入中后授期 长期以来 这些战机不仅需要面对日常的训练任务 还要应对大陆军机频繁越过海峡中线带来的压力 长期的高强度使用 使得幻象战机的可靠性大幅下降 故障率不断增加 与其他主力战机不同 幻象战机至今尚未进行性能提升 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中国时报在报道中指出 幻象战机存在可靠度下降和故障率增高等问题 这些问题给飞行员和空军的日常训练和任务执行 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专家们呼吁 台湾空军应尽快对幻象战机进行性能提升和现代化改造 以提高军机的妥善率 确保飞行员的安全 这起事故不仅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关注 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 CNN在报道中指出 台湾空军原来频繁发生军机事故 反映出其装备老化、维护不足等问题 BB西则关注到 台湾空军在面对大陆军机频繁挑衅的情况下 肩负着巨大的防卫压力 事故的频发进一步凸显了台军在装备方面的困境 另一方面 法国费加罗报也报道了这起事故 并回顾了幻象战机在台湾服役的历史 报道中提到 幻象战机是法国打索公司制造的第四代战机 具备出射的空中作战能力 曾在多次国际空战竞赛中表现优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战机也面临着老化和性能下降的问题 台湾政府和军方高度重视这起事故 台湾国防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政府将全力支持空军进行装备的升级和维护 以确保飞行员的安全和空军战斗力的提升 他强调 台湾空军将继续加强训练 提升飞行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迅速反映 事故发生后 台湾民众纷纷通过社交媒体表达对 谢佩勋上位的关心和祝福 许多人称赞他在危急时刻的冷静和果断 称他是真正的英雄 一位网友写道 谢上位在生死关头展现了无畏的精神 他是我们的骄傲 希望他早日康复 另一位网友则表示 这起事故提醒我们 飞行员们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 守护我们的安全 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的付出 在谢佩勋获救的消息传出后 他的家人也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探望 据台湾《苹果日报》报导 谢佩勋的父母在得知儿子平安 无事后 情绪激动 泪流满面 他们感谢所有参与收救的人员 并表示为儿子的勇敢和自豪 这起事故不仅让人们认识到飞行员职业的风险和艰辛 也引发了关于台湾空军装备维护和升级的讨论 许多军事专家和学者呼吁 台湾政府应加大军费投入 提升军机性能 保障飞行员的安全和空军的战斗力 台湾空军将继续调查这起事故的原因 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飞行员们将继续在蓝天上守护着台湾的安全 他们的无畏精神和专业素养 指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尊敬和敬佩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时代 台湾空军的飞行员们用他们的勇气和智慧 书写着一段段感人的故事 他们不仅是保卫国家的战士 但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祈福 愿他们每一次起飞都能平安归来 此次事故再次凸显了台湾空军 在老旧装备维护和更新方面面临的挑战 总结经验和教训 提升战机的维护和管理水平 是保障飞行安全和战备状态的关键 台湾空军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 着手调查事故原因 并制定改进措施 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各位 我们看到了台湾空军幻象战机 在新竹外海实施事件 虽然飞行员谢佩勋尚未成功获救 但这次事故 暴露了台湾军机老化和妥善率低的问题 幻象战机 自1997年服役以来 已经发生多次事故 这是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 难道我们不该认真反思 提升军机性能和妥善率吗 楚天书 你是不是太悲观了 幻象战机虽然发生了事故 但飞行员成功获救 救援行动迅速有效 这说明台湾的搜救体系很完善啊 而且 军机老化是全球通病 美国的F16 俄罗斯的苏27 不也一样面临类似问题 你这是在大惊小怪 奇奇 先别急着夸搜救行动迅速有效 这只是亡羊补牢的表现 幻象战机已经20多年没做性能提升 而且妥善率低至让人心寒 别忘了 1997年服役以来 九次重大失事事故 五人殉职六击折损 这可不是小数目 难道我们要等更多人命换来改善吗 楚天书 你真是起人忧天 幻象战机虽然有问题 但我们不能一棒子打死 台湾有三型主力战机 幻象只是其中之一 再说了 现代战争技术更新换代快 指望一款战机用几十年不出问题 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我们应该更关注整体国防策略 而不是单一战机的妥善率 奇奇 整体国防策略当然重要 但正因为如此 我们更不能忽视具体装备的问题 历史上 装备问题导致严重后果的例子不胜枚举 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默 就是因为为充分考虑安全问题 幻象战机的妥善率低 是明摆着的事实 我们证实问题 改进装备 推动性能提升 错了吗 楚天说 你这类比 可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泰坦尼克号沉默 和幻象战机失事 能相提并论吗 再说了 台湾军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来调查事故原因 这表明问题 已经在被正视和解决 搞得好像你比军方更了解情况似的 有时候 幽默点看待问题 理解军方的难处 才是更实际的态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 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期亚洲大眼镜 带您聚焦台湾空军 幻象战机 在新竹外海失事的惊险一幕 飞行员成功逃生 这背后有啥故事 咱们一起来八卦一下 故事是这样的 星期二的 晚上八十三十五分 一架编号2047的幻象2000战机 在新竹外海进行夜航训练时 突然玩了个动力失踪 飞行员谢佩勋上尉紧急跳伞 你没看错 就是搞个花样 便系法式的 这架战机 在你眼皮底下就挂了 不过好在 谢佩勋上尉 不是菜鸟 一看情况不妙 立刻跳伞 而且运气真不错 台湾国防部 海巡署 还有各路救援 力量纷纷出动 经过两个小时的紧张搜救 在十时四十三分 终于把飞行员捞了出来 谢上尉 现在已经在医院 进行检查 意识清楚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咱们再来看一下 事件的细节 原来 这架幻象战机 在执行仪表 着陆系统 ILS 进场程序时 发动机出现了冲击现象 这简单讲 就是发动机 突然罢工了 结果嘛 飞机动力部分失效 只好悲剧性的坠海了 谢佩勋尚未演名手快 马上跳伞 跳伞的位置 在新竹基地 西南西方十九海里的位置 在翻翻报纸 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报道 可谓应景 从1997年服役以来 这已经是第九次重大失事事故 惨不忍睹的是 之前的事故导致了五人殉职 六机报废 咱们的飞行员 可是用生命在打怪升级啊 特别提到的 那位副法交换的飞官王同意 也是因为执行任务时意外殉职 这让人不禁为他们捏一把汗 中国时报还捅了更深的一刀 指出幻象战机服役二十多年了 状态堪比老爷车 老话问题不说 还得天天跟大陆军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这样一来 幻象战机的可靠性和妥善率 就像过山车一样 时刻都在挑战飞行员的心理 承受极限 看来 台湾空军这次是真得好好反思一下了 虽然说 飞行员成功逃生是个好消息 但频繁的事故 显然透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 幻象战机的老龄化 再加上高强度的任务负担 已经让他们不堪重负 或许是时候考虑 引入新的机型 或者对现有战机进行性能提升了 这次事故 也再次提醒我们 虽然现代科技 已经让飞行变得更加安全 但飞行员的职业 仍然充满了危险和挑战 他们在高强度的训练和任务中 不仅仅是对自身技能的考验 更是在风险中不断磨砺的过程 希望未来 能够有更多的技术支持 和更好的装备保障 让他们能够在更安全的环境中 执行任务 总结来说 这次事件虽然让人捏了一把汗 但也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空军 在紧急情况下的迅速反应和救援能力 谢佩勋上位的成功逃生 让我们松了口气 但幻象战机 频繁失事的隐患 依然需要我们多多关注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改进和提升 让飞行员们的生命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 爱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知识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对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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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